這五個人當中 25歲的瑞曾是一名倉庫管理員 2019年11月 他參加了香港兩所大學抗議者 與警察長達幾天的對峙 香港警方在行動中逮捕了超過1000人 瑞說 他在黑暗中沿著鐵軌爬行逃脫了 隨後當局多次搜查了他父母的公寓 他則一直在外躲藏 22歲的Tommy是一名藝術系學生 他曾因為所謂的非法集會入獄三天 後來獲得保釋 他說 當局沒收了他的護照 阻止他合法離開香港 隨之而來的 還有更多的指控 26歲的Tommy是一名土木工程師 他在一次抗議中與警方發生衝突 他被指控多項罪名 包括襲擊執法人員 他說 在他被拘留期間 警察用拳頭打他的後腦勺 直到他失去知覺 面對令人不安的前景 三人打定主意要逃離香港 三人每人拿出了1300美元 盒滿了一艘雙引擎的充氣快艇 另外還有兩位青年加入 隨後就出現了一開始我們說到的那一幕 一個早晨 五人聚集在一個偏僻的碼頭 所有人都穿著不顯眼的T恤衫和短褲 一個人帶了一根魚竿 另一個人則帶著他畢生的積蓄 他們駕駛快艇全速駛過湍急的水流 瑞回憶說 當他們發現有無法識別的船隻時 簡直嚇得要死 在這樣行駛了五個小時後 GPS顯示他們已經離開了中國水域 進入國際水域 這時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他們在黑暗中用手電發出求救信號 最後一艘臺灣的海警船發現了他們 並把他們帶到了東沙島 有人希望留在臺灣 但因為臺灣政府擔心 收留這些人可能成為中共未來入侵東沙的理由 因此 美國國務院在瞭解事件之後介入處理 五名青年在今年1月13號 搭飛機途經瑞士蘇利市轉往紐約 參與營救五人來美的 美國香港民主委員會總監朱慕民 將這次行動比作8964後 營救大陸異議人士的黃雀行動 而這五名青年在聯合聲明裡說 離開香港的那一刻 他們百感交集 而現在 每次看到香港的情況 每況愈下 對香港就多一份擔憂 他們引用一位港人曾鼓勵他們的話 對香港人說 只要有微弱的亮光 就沒有所謂的黑暗 如今 這五位青年都已經開始了他們的新生活 瑞和湯米想在紐約完成學業並加入美國軍隊 而堪尼則搬到首都華盛頓 與一些香港難民同住 並創立團體幫助其他反送中抗議者 今年六四紀念日期間 他們參加了在紐約舉行的紀念活動 湯米說 他們與當年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的學生一樣 都是被共產黨鎮壓的一群人 接著 他們會擊敗 身體改變 今天有關 所以兩三 遠快 然後這三 五位都會做 是否要了佛一位 而非當年廣場抗議的關鍵 而非當年廣場抗議者 早前平 再次在主論 堂然後來點出 一位 請保健